一眉道人修为高墙,擅长茅山稻树和徒弟,阿豪住在一个小镇上,他养了一只清朝的小僵尸,小僵尸经常帮他和阿豪办事,一天一眉道人被林镇的,人邀请去捉鬼,因为林镇瘟疫蔓延,不时有僵尸出没,一眉道人带上阿豪和小僵尸出发了,在林镇一眉道人,他们遇上了一群修女,阿豪弄出不少笑话,一眉道人发现林镇的,饮用水源都被适度污染,不能饮用于是和阿豪, 一起寻找水源,他在教堂的地下室发现了,僵尸的痕迹,原来此处本来放着,一具西洋僵尸,林镇湘公所的所长,意外令西洋僵尸复活了,一场精彩的中国法术对付,西洋僵尸的好戏上演了,如果想观看更多视频的话,请订阅此频道